乌克兰不仅在巴赫姆特夺回了关键村庄 南部战线也有斩获 现在已经攻破俄军第二道防线缺口 反攻至今收复了300平方公里湿土 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美东周二 将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 无人机飞越一片余境焦土 稍后不进的战火散不去的烟尘 这里是乌东巴赫姆特南方十公里的战略要地 克利时基夫卡村 仿佛走到时间尽头来到末日 乌尔双方反复争夺当地整整半年 一度落入俄军之手 这支名为柳特的乌军突袭队 今年才刚成军就一名惊人 由先登死士从地面发动猛攻 再配合炮火火力支援 终于在日前收复这座关键村庄 这里收复巴赫姆特只剩一步之遥 乌克兰的陆军总司令 就亲自到前线替弟兄打气 乌冬战线逐渐扭转劣势 但同一时间乌南还在苦战 天都还没有亮 乌军就使用德国援助的IRIS-T 防空飞弹击落18架恶军的无人机 地面部队破晓前就发动攻势 乌军的装甲部队还在路上跟敌军狭路相逢 俄军似乎就想引乌军到四周的地雷带 被乌军试破 正面对决 乌军在扎波罗尔南部 又打通了第二道防线的缺口 已经来到了维尔伯韦村的外围 乌克兰电视台的记者跟着一支乌军突袭旅挺进前线 电波罗路上 士兵说当初差点团灭 他们上个月收复了这座叫做乌罗扎音的小村庄 历经了三方包围的苦战 要压成到最后 访问的时候还刚好下起大雨 乌军说这是天气恶劣 帮助他们击退俄军 不过要真正获胜 除了天时地利 更需要人和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开门之后 二度访问美国 到纽约的第一站 就是先到医院探视赴美治疗的伤兵 真正的重头戏 就是登上联合国大会 发表演说 说不及是骗人的 因为冬季之前 能进攻的时间倒数 得赶快替乌军 找到更多的军援 还要跟拜登总统当面争取 泽伦斯基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 还重话警告 今日乌克兰就是明日全世界 芒果干还有号召力吗 这话恐怕是说给发展中国家听的 因为华盛顿邮报就分析指出 发展中国家受到粮食跟能源价格飙涨所苦 越来越倾向支持 乌俄停火和谈 若不先争取人和 越来越孤立的 恐怕是西方主战派自己 提不前送不到 乌军在巴赫姆特夺下关键村庄 不过俄罗斯官媒的报道角度 依旧强调他们不会从巴赫姆特撤退 另外普清则积极拉帮结派 在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离开之后 大陆外交部长王毅紧接着到访 边开枪边挺进 巴赫姆特战场上 还有两架直升机发射火箭弹幕 乌克兰释出几段影片 都在告诉大家 反攻有成果了 但俄罗斯可不这么认为 同一条战线 俄罗斯官媒播出自己的版本 强调俄军坚守巴赫姆特 不会撤退 战争继续打 俄罗斯频频和盟友 帮着礼物绒毛帽 护身衣和无人机 满载而归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访恶六天受到贵宾礼遇 金正恩前脚刚走 换大陆外交部长王毅到莫斯科 中俄作为世界大国和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我们对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推动世界的发展进步 富有重要的所有 展现大国担当 旅行应尽的国际义务 中俄联手再加上北韩 普京似乎想打造 21世纪周星国 俄军最新也在靠近两个盟友的白令海 举行万人海上军演 50艘水面和水下船舰参演 甚至发射飞弹 除了拼外交结盟 普京更忙着打内宣 莫斯科市长就职典礼上 不忘提到在乌克兰非法占领的区域 普京号称 这些二战区的人们 都因为俄罗斯生活越来越好 喊出今年GDP成长2.8% 但普京口中的经济起飞 克里米亚人根本无感 明明是产油国 却因为货币和运输问题 导致克里米亚缺油 价格飙涨 对 价格飙涨了 现在货币五月 63.99元 两个月后 157元 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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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 而在瓦格纳领袖普里格金 坠机死亡后 CNN来到中非共和国 用隐藏镜头追查瓦格纳海外事业 这个是女士伯格纳吗 对 他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 你认为他们会去杀他吗 我的天 什么问题 谁知道这些东西 佣兵军队已经被俄罗斯国防部收编 但瓦格纳在非洲的黄金 钻石 伐木 甚至酒精饮料生意呢 采访过程中看到一位瓦格纳士兵 想上前访问却被挡下 就算曾经呼风唤雨的普里格金已经不在 但瓦格纳身为俄罗斯海外触手和赚钱机器的角色 恐怕完全没有变 TVBS新闻众号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